好 輪到這張照片 我們見到一個很黑仔的人 失縮了一個 說化煤運和開運的符 其實有幾樣東西 有些會給他沖身 有些會給他帶 或者是我在發射廠去化 如果我講這個化煤位 是要給他沖涼的 那就是洗走黑氣 我也試過有個個案 黑仔王洗了第三天 下午就有三個人打給他 叫他上班 好厲害 另外就是 我剛才說過 有人有是非 有時就 如果你辦公室太多東西 可以求一道符 就收到辦公室的寫字架 避開這些東西 我見到師傅你特別說這一句 被篤背脊的人士 可以預防一下 我覺得在一般的辦公室政治來說 是極度需要用的 是的 我之前說生朝有時說 有一個個別人 就會受到子背、白虎 其實可以用這個化五方五路 小人士卑婦 OK 例如太歲符 其實太歲符就是 每年的年籍公曹 他那年是最愛的 是 其實有預算的 你可以找法方師傅做辦太歲 沒有預算的 可以求一條太歲符 都可以減輕衝擊 是 另外 廣方位的時候 有一個叫文昌事業符 除了讀書 考取公平利目之外 做辦公室 或者要創作的人 文昌符都可以幫到他的 亦都幫到他 升職、加身等事業都可以 如果你每年的四六位 可以加一條符 會對你有幫助 OK